周朔 邵主裤 我们搜遍了铁匠破族 并未发现与军械有关之物 会不会是那许静忠 知晓董仓管被抓 也销毁了一切证明 董仓管被抓不过几日 就算他那毁了所有性含书结 也不可能毁了那批群蟹 她着急出手 所以一定会主动联系买家 人行有机 车过有车 只要他坐了 我们就一定会找他 什么人啊 车 车 车 这马车看着好生眼瞅 是程家的马车 出现了 你来啦 走啊 你来来啦 我来啦 我来啦 我来呀 你来啦 我来啦 我去哪儿 你去哪啥 早上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可曾给军中兄弟们 备些年货 这百年货 备一些干口点心吧 这 也是我们回都城的 第一个承担 少主公不是从不过 这些团圆节日吗 少主公回都城多人 也未曾去拜见承阳侯 朝中已有些闲言碎语 听闻承阳侯奏景圣上多次 想邀请少主公正当归家团圈 我去 思想邀请少主公开 阿嬷 阿嬷来得正好 及时已到 就等了您寄聊了 这么冷的天 可冻坏我大郎了 要我说早些晚些 又有何妨呢 何必非苦等什么及时 程家的一家支掌不来 我们哪敢寄聊啊 人不敬不孝 天理不容 阿嬷 阿嬷 来 这么爱情 错就是几个恶事 气让得 天还让不得 真是转腿 调天之心 自然是要隆重些 不可敷衍了尸 你又做顺了 我冷还不行吗 他被打架了 我把伍子束《快乐伍》 我管你 开架了 是吗 西医师圣子 对 现在当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真好 这怎么这么好 真结实 这热情 真真是太滑溜了 大郎啊 咱们搬进这么大的宅子 可得多请些宾客 热闹热闹 咱们城市 人丁不够旺 男丁太少 不够热闹 那夫人啊 大人只是封了个侯卫 还没未尽行之 待到大人任命下来 夫人在大眼宾客 岂不更光彩 此花深得我惜 待官职下来 李静可以多守一些 那时候 拜他三天三夜 把我乡下的姐妹们都请来 让他们好好看看 我城门也有今日 是 花啊 带我去我的房间看看 我看屋子有多大 我看看能成多少彩礼 这儿没有人走 怎么回事 这儿又太累了 我再坐 给我好好坐着 早起一日便喊累 平日里啊 就是太过于懈怠 你再看泱泱 每日晨起念书 何曾喊过一句累 唐内大病出狱 是该多歇歇 鸟鸟今晨不到三更 就被阿母叫了起来 觉得累也很正常 别说鸟鸟了 今天我陪阿母逛到现在 都比操练一天的兵都累 都想回屋歇息去了 阿富 你这几日可得好好歇息歇息 过几日出征又得辛苦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没告诉他 杨阳 去你的新屋看看 有何不满意的 随时告诉大伯母 是 嗯 朝中军令 你是如何知道的 问你话呢 我猜的呀 这爵位跟财播都下来了 偏偏没有官位 再说 我也查看过阿富脸色 并不像在朝中 受了排挤的样子 所以我猜啊 定是这个圣上 对阿富还另有所用 对阿富 嗯 你看 有些人咱家什么都不去 你能退一遍退了罢了 这种辛苦事不去也行 我这实在是从亏至极啊 你放心 这次不是征战 征担以后才动身呢 不是征战 征担之后 那 妙妙 那边就是你的院子 你身上还没好利索呢 早点回去歇息吧 别又动病了 真聪明啊 随你 你就知道护着她 你公子 你公子 我可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院子 这院子可真漂亮 别放开 别放开 对 妮总子 你公子 你快看 你公子 这么大的院子 真是只给咱们组的 那边啊 那边有什么东西啊 这些衣服老住了院中 收拾出来的一些救护室 这些技术 一块点装吧 别人 你留着有用 这都这么旧了 你能干什么 一会儿再靠近 夫人总是夸杨阳 凶鸟鸟 你越是这般 她越是不乐意听你的话 杨阳不该夸呀 生母是不成器的蠢货 就丢了天大的人 可她每日不怒不怨 不卑不亢的 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你再看看鸟鸟 鸟鸟怎么了 那鸟鸟自想有旧母教 鸟鸟有谁教啊 我现在不正是在教她吗 鸟鸟不必夫人费力教 她呀 一点就通 待她想通了 学起来定然快 所以说 娶心腹就要娶聪明呢 鸟鸟就是随着夫人了 光聪明有何用 品性正直才是首要 不是有我的吗 我品性正直啊 鸟鸟聪明像你 品性正直像我 妙不及 要懂吗 什么事 你女儿院子里传出来的 怕是要拆家 拆家就随他拆去 不要骂了 别气坏了 子晞 请 盈公子 这仔细被女君发现 又要说 盈公子不误正业了 怕什么 天塌下来了还有我呢 再说了 你不想要一个邱先怡啊 你想啊 这是个秋千椅啊 女公子连秋千椅也会做 那是自然 之前大门秋山院子的时候 我从头到尾 见过跟师傅做过的 还偷着帮过你吧 你看啊 在那儿 开了两个口子 再找一根木头 在那儿吸河固定 等我们的秋千椅做好了 在上面再架个架子 找一些曼腾种下 夏宜漫漫坐在秋千椅上 赏页 多出发 你们在干什么 女 女公子在做秋千椅 是 もし 女行 您看 品尸 有什么 约中 我们做饭 al 8 你是个女娘 并非木匠 你若将享乐的心 分一半在读书上 阿母也不用替你担心了 你还有时间 玩弄这些杂物 想必是这书读得还不够多 我已经吩咐了秦聪 问你的堂子啊 借一些点击书卷 从明日开始 你每日到我的房间里 温习读书 就在隔壁 阿母 女儿如今还未曾识得几个字 现在就学点击 是不是太早了些 不早 你阿父夸你聪明一点就会 当然要比旁人学得快 学得多一些 你要是不愿意学的话 就休想离开程家大门半年 好 晚上 又要是不愿意学得到 那是不愿意学得到 在一末里面的声音 就会发展开程序 你说得不愿意学得到 什么 那是不愿意学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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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放在最后一眼 是什么意思 佩服 付我的好 阿姆 阿姆 你可回来喽 夫人 担心 阿姆 我的儿啊 你回来喽 那个没良心 你可回来喽 阿姆 想死阿姆了 我知道的是儿子回来 不知道的 还当是晴郎回来的 你这脸色转变太快了 当心点 阿姆看着你 你是谁啊 我是谁 并不重要 但我掐指一钻 怕是今天你要挨罚呀 我为何要挨罚 少吓唬鸟 鸟鸟 我是你阿兄 见过次兄 见过三兄 你怎么知道 我是你次兄 不是大兄 与三兄一般 算出来的 就像三兄 我并文说话 就知道我是谁 这还用算吗 看年岁打扮 不是你便是泱泱 但是泱泱乖巧 不会这般凑热呢 其实我也不是算出来的 我听完大兄是白露山 儒雅翩翩的才子 如今在军中谋世 而次兄 是威武不凡的武教 这般孱弱之身 必然只能是三兄了 你 三弟这次可找到对手了 咱们家娘娘 嘴皮子可一丁点 不比你差啊 当心点儿 阿姆看咱们 三兄必必在骗我 阿姆这会儿 你们回家还没见过大姆 娘娘 你也去见过三叔父 和三叔母 是 是 见过大姆 见过 我的乖孙儿 孙儿 你是孙儿 大姆 我是少公 我是宋儿 真好啊 可是看着咱家的男丁 还是太单薄了 三郎啊 你还得加把劲 一会儿多吃点囊饼 吃饱了有力气 再给程家添乖孙儿 阿姆这张这孩子 你说的什么啊 长这么高 不愧是我程家的好儿子 哪儿呢 见过三叔母 见过三叔母 管如四父信中所说的那般机灵 她机灵过了头 泱泱稳稳稳地在厅中等着长辈 她倒是没规矩 先跑了出来 这女娘还是要活泼些好 旭伯还在院内吧 嗯 那咱们赶紧进去 别让她久等了 好 清姑 好 赶紧进屋吧 好 对对对 走 三郎 走 回去 回去吃囊饼 阿姆都给你准备好了 还有烙姜啊 好多好吃了呢 好 多吃一些啊 好 阿姆小心 好好好 阿兄嘛 对付阿姆可有什么妙招 不白说 我做了一笔三字的刀饼 当真有这样的妙物 妙药可不能私藏 快给我们也备一份 快来说说 好说好说 阿姆体罚你的时候 你就装病 好说好说 阿姆骂人的时候 就把头低下来 等到什么也听不到 等她骂完了 再把她抬起来说一句 阿姆 我错了 还有什么 多说点 还有 贤弟 好 来 来 来 三郎啊 阿姆啊 阿姆啊 儿啊 快想死阿姆了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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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死阿姆了 你不就爱喝这老姜吗 来来来来 都给你热好了 你快尝尝 好好好 阿姆 来 张大嘴 大姆也不喜欢三叔母 三叔母是三叔父自己求去来的 乃是白露山山主之女 这亲事其实是咱家搞碗了 可是大姆还是觉得三叔母配不上三叔父 我可以自己来 只怕是要寻个仙子美人配的三叔父大姆才会高兴 也是以貌取认以事取认 我做小辈的 我为何要敬重她 你们行进鬼祟 又在非议谁呢 阿姆 我刚刚在问阿妹 明明是一包双生 怎的长得眼儿不像呢 是啊 我们俩加起来都不如鸟鸟好看呢 鸟鸟 多年未见 兄长给你带了很多吃的和玩的 你们别总只惦着鸟鸟 泱泱也是你们的妹妹 见面里万不能少了 我看时辰也不早了 君姑也该早些歇息了吧 我又没喝醉我为什么要早些歇息 我跟三郎还有好多话要说呢 阿姆 儿几日赶路都未曾合眼哪 那得赶紧歇息 贤弟 阿兄送你回房歇息 我亲自送三郎 儿啊 好 好了 下来吧 慢点啊 那儿 帮包什么呢 看那边 看那边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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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慢点儿 给我 先往左了点儿 好嘞 大伯母 三叔母 杨阳 这些杂事交给仆父去打理变客 你快去歇歇 近日你也劳累了 我不累 大伯母可比杨阳累多了 大伯母信任我 给我机会操持家务 我自然得好好用心 不辜负伯母的信任 你的心意我知道 快去歇着吧 是 娘娘若有羊羊一半懂事 我也就不用这么操心了 此次正当起面 也是羊羊一手操办的 今日祠堂祭祖 我还担心她撑不下来 没想到 她半点错都没犯下 这才是 未婚女娘的表范 就像阿湘刚才说的 那个 很大很大的那个 羊羊乖巧闲尽 娘娘活泼机灵 她们各有千秋 似乎不能总夸羊羊 而贬低了娘娘 我素不偏不倚 谁做得好我便夸谁 谁让羊羊懂事 任我将自己 所有的本事交给她 我也是乐意的 那娘娘这般聪慧 你为何不教她这些 她得先将格式 养出的那身毛病 给纠正回来 再来谈学术 连为人处事都没去明白呢 如何能学术家之道 娘娘 咱们去看烧爆竹吧 烧爆竹没什么好看的 我先回去了 正诞团圆日 今日请各位不要拘泥于平日的礼节 多喝几杯 紫盛回京 豫昌郡主戴自归中等她 想必今年 侯爷可以双喜临门啦 好 来 各位 我们为紫盛的婚事 再喝一杯 好 来 紫盛 刚刚还提起你的婚事 来来来 坐在阿福身边 我领圣上旨意 前来与程阳侯团聚 好 来 谢谢 诸位皆可放松一些 我站在此时 陪诸位用膳 你还是不得已 听众继续新转 这些人都说 请不回来 你算不回来 还是你算不回来 那些人都说了 你算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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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那么急 再忙也要吃口东西啊 怎么能饿着肚子办事呢 是啊 子盛 豫昌郡主还想约你一起过上元节呢 你可不要推脱了 子盛 婚姻大事应尊父母之命 我们还能坑害你吗 父母之命 那敢问我阿玛 我没有意识 郡主 当着众人面 臣再与郡主说清楚一些 陈耀群的幸福 是一件 便知是他 死生死心都是她 若寻不到这般女子 臣宁愿终生不去 而郡主 并非此人 告辞 来 邵主公 灯笼全都摘下了 新来的仆妇不知规矩 郑丹叶在院中挂上了灯笼 女军被吓得不轻 非说是孤城着火闹了一夜 连晚膳都未用 少主公也未曾用膳 要不要热些饭菜 不必了 没有胃口 去 去 将许静忠铺子里的所有灯笼都给我取来 是 是 这铁匠铺子的灯笼怎么了 我记得其他铺子也挂了灯笼 没错 可其他铺子里的灯笼 都是竹编的骨架 而许静忠铺子里的所有灯笼 在底部都有一圈用来固定灯笼的铁皮 寻常的灯笼铺子 可没有这般支铁手艺 许静忠的灯笼 之所以遇遇重疼 是因为都是他亲手所致 他一打铁的 做灯笼干什么 那日我们在他密室里 没有寻到任何线索 是因为他已经将线索 藏在了我们都会忽略的地方 那便是 在夜里用来照明的灯笼 去吧 郡主 天冷 要不您去马车上面等吧 他会躲我 好好热闹地不留 非要来自冷静住 不如 我们进去吧 我们进去吧 郡主 我不是每次都这么准的 阴玉昌缘故 十一郎未用膳就离开了 我过意不去才来许你的 对了 上岩登节 林将军可有空闲 这灯笼是我轻手奏的 没空 不管将军去不去 玉昌都会在灯汇出尽候的 尽管只能放在这儿 你还能放在这儿 你还没力 我还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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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不然 你还要不然 在这灯笼上写着 有意美人稀 见之不忘 我听说 上元节灯会的灯笼 都是成双成对的 成双成对 这许静忠真是一只老狐狸 他将线索藏在灯笼之中 若买家此时想与之联系 只需留下一只 成双成对的灯笼 这样他们不用见面 就能够传递消息 这个上元节灯会 我们也娶她 这哪里像是你娘家的房间 除了书卷还是书卷 未美也太寒酸了些 这些典类 是阿父好不容易寻全的 千金难卖 哪里寒酸了 父母累了一天了 快些去歇息吧 女公子 你就是太懂事了 这样难免会吃亏的 如今女军被萧氏送离成家 可没人护着你了 若不争不抢 那日后更得吃亏 阿母回阁家 是她有错在先 大伯母带我 比带娘娘还要清静 失川用毒 样样优厚 哪里吃亏了 这便算是后代了吗 伯父人说过什么吗 伯父人吩咐过 缺什么只管去库坊领便是 她倒是会做人 咱们老夫人 本就重男情女 大方的小郎君们回来了 加上季老爷 又是老夫人的心头肉 这福州 哪还有咱们女公子的 容身之处 这如今 二方连做主之人都没了 他人 就没有你我的容身之处了 凡事该争就得争 起初就把微风给立住了 他们便再不敢欺辱咱们 看看你两位兄长都给你准备了 什么好东西 好东西 好冰箱 阿强总开始把家底都给娘娘搬来了 娘娘应该回什么里给阿强 不过你们也知道 这些年我在家里 也没什么钱 娘娘将自己编的蚂蚱给阿兄一人一个可好 都给慈兄 送礼无非讲究个心意 娘娘将心意送给我 阿兄很是满足 娘娘 你先过来看看这个 这是何物 书简 这些书简可比阿母给你的点击好看吧 照着这上面西字 定要快上去多 四兄 这宝贝是从哪儿熊来的 再好不过了 你四兄呢 当年也不累读书 掌兄为了教他 特意做了这些书简 这上面的字画 全是掌兄亲手刻上去的 战场上的英雄故事 大兄真好 这书简也好 当初刚启蒙时 二叔母说了 不能铺上浪费 没有将写过的书简洗干净之后 晾干 晒干 烤干 再穿上麻衫继续用 没用几天 全部都裂了 岂有此裂 咱们家哪里就差这几个钱了 每年阿父阿母成乡成乡的 送银钱回来 家里才几口人 日日大鱼大肉都够了 他竟如此刻薄待你 你放心 日后短了什么跟阿兄说便是 便是天上的星星 也给你揪几颗下来 妙妙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 反复洗净 反复用的书简吗 还有这书案 那是唐子用剩下的 这分明是幼儿时用的书案 如今你都长大了 它也太矮小了 是吗 我倒不觉得 就是你平时用惯了 所以才觉得没什么 先别玩这样了 三兄一会儿再教你的书 当年呢 掌兄送了我一张 麒麟四手 红木齐文的书案 如今我也用不上了 妙妙刚好拿去 妙妙谢三兄 不必言谢 我立刻吩咐人 给你搬过来 不必拉放三兄 叶芳 你去拿 好 来 三兄教的你如何把玩 这 小心点 连方姐姐 如此大动干戈 这是去哪儿啊 这不是三公子 送我们家女公子一张书案吗 说是心疼妹妹温书 想让她做得舒服些 这书案可真好看 连方姐姐 我家女公子最近也想打一张新的书案 可是我哪懂这些样式的好坏 不知能不能辛苦姐姐 把这书案抬到我们女公子处 让她瞧瞧样式 我们照着打一张便是了 那你可问对人了 这书案是当初大公子盯着人做给三公子的 样式少见 还不快去帮忙抬 是 你这也太不客气了些 杨阳 店铺的掌柜你也见过了 日后有何不明之事 问他们便好 多谢大伯母 伯母 店铺那边打起来了 你一定行的 伯父人 女公子 伯父人如此辛苦教诲 好歹让去咱们院子喝口茶呀 不麻烦了 怎能说是麻烦呢 只有伯父人来了 我们女公子院中才有人气 自打女君离开 府内捧高踩低的 都没人愿意来 女公子一直行单影之 没个人依靠 她又不爱哭诉委屈 香草可说提己话的 都不知道找谁去说 大伯母 别听父母的 您累了一天了 赶紧歇息吧 我今儿啊还真不累 就去你屋里烤杯茶喝 好 那太好了 走吧 愣着干吗 你先动手的 你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公子呢 别想你家的公子有我家 你公子就没有 那你去外面帮公子去 你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公子呢 你在我家说 你就是我家的 那有个人 你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是你动手的你还去公子里 什么活动 你还去公子里 干什么呢 住手 李宝 干什么呀 谁让你打人的 张普 张普 这在做什么呀 这是怎么了 张普 你快醒醒啊 张普 张普 你没睡那么大的劲啊 张普 你快醒醒啊 张普 你快醒醒啊 张普 莲芳为何还没回来 这离三兄的屋子也不远啊 许是藏哪儿躲懒去了 不可能 莲芳可不是这样的人 莲芳素来老实本分 再说了 你们是不知道 当年又不是莲芳楼下来照顾我 我哪儿活到今日 可更是有交易的 秦姨 姨姨 叶公子 女婧请你去酒醉堂问话 请你去抢发 收视线